大家好,我是普玉 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去世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富豪向媒体透露情况 扬名在天强远 加盟辽宁南兰的薪资曝光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话题 最近两天关于辽宁南兰的消息 可以说是沸沸扬扬 之前是辽宁南兰不敌广东宏远 这场比赛中 无论是球员的发挥 还是外援的针点性 都让辽宁南兰成为媒体的一个焦点 而近日辽宁南兰又成为一个焦点 那就是八一球员富豪 那就是中国篮协宣布 只要是自由身 就可以在接下来的窗口期 进行与球队进行签约 这对于八一球员富豪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之前的富豪 已经与辽宁南兰达成了口头协议 如果一切手续正常的话 富豪将有望在第三阶段 代表辽宁南兰出战 这对于球队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而近日富豪在社交媒体上 也证实了这一个情况 据知情人士透露 富豪给一位篮球评论记者 发了一条私信 让该作者转发一条 人民日报的一个消息 这个人民日报的消息 内容就是 八一的球员 只要被认定为是自由球员 就可以在接下来的窗口期 完成注册 并代表新的俱乐部 可以参加第三阶段的一个比赛 同时这位媒体人 还咨询了富豪 会不会加盟了解的了 富豪的回复是基本差不多了 看到这条消息 很多球迷也表示非常的兴奋 有球迷也表示 终于等到你 从CBE官方的一些新政策 以及此次富豪 与这个媒体人的一些沟通来看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富豪加盟辽宁南兰 应该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 八一球员的去向的问题 或许能够在很快 就能够撤离的一个解决 而这个富豪加盟辽宁南兰 的薪资是多少呢 据知情人士也透露是一个禁止 这个富豪加盟辽宁南兰的薪资 大概应该是在400万人民币左右 众所周知 因为疫情的影响 最近两个赛季 CBE官方对薪资进行了一个现新 去年球队的工资帽是4400万 下个赛季的工资帽是4000万人民币 这对于各自球队签约新一员 可以说是还是面临不少的一个压力 此次辽宁南兰给富豪400万的人民币 应该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 相比球队的内线核心大韩800万人民币 以及国手郭尔伦是800万的一个顶薪 再加上今年夏天 赵机伟也将获得一份顶薪合同 如此来看吧 辽宁南兰给予富豪400万人民币 应该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诚意 如此一来 辽宁南兰的球迷可以完全放心了 这个富豪将在第三阶段代表辽宁南兰出战 应该是问题不大 这个富豪其实具备很强的一个实力 之前曾经露选过CB的全民兴赛 上赛季场均可以贡献19.5分 9.9个篮板可以说是表现非常的不俗 可以在4号位以及内线给予球队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不仅增加了辽宁南兰的百能深度 可以丰富球队的战术体系 在未来争贯的道路上 可以说是又增加了一个强远 这就是今天吧 我们分享的话题不禁之处 欢迎批评指正 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 转发评论 好谢谢大家